第一个非属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定义的活动断层 这个在后面我们会把低调所的一个断层的定义也做一个说明 那推估断层在活动的几率其实因为我刚才说明的那个硬力状态 就是说它是属于压力断层 而不是所谓现在横地继续陷落的张力状态 所以基本上它的活动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个跟地调所它在103年跟韩复我们台北市政府询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再来是针对整个台北断层破碎带的位置 经过我们实地20个孔位的探勘 它基本上是在我们的基地的南侧靠福德街的这个位置 那它的深度是在35到57公尺的位置 就是地底下35到57公尺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是在我们现在能够钻探出来的盐盘线的下方 所谓的盐盘线就是说 当我地址基本上从四寿山这边的山脉的地址 一直延伸到我们这块地址里面的盐盘的深度的下方 那再来以目前我们设计规划的初步阶段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不会去开发到那个范围 就是深度35到57在完全没有开发的范围 那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广池圆区的整体开发来讲 没有直接的影响 这个后续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另外针对一个最近民众大家很关切的 有关土壤液化这个议题 确实在经济部中央地址调查所 在三月中公告的这个地区 它属于所谓土壤液化高浅市区 这个待会我们会把上网节路的资料 也一并公布让大家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明清楚 按照我们实际探勘出来的结果 在地表下20公尺范围内 整个广池圆区它属于软弱粘土层 软弱粘土层 基本上跟待会我们要介绍 有关土壤液化形成的原因来讲 它其实是有要件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因为土壤液化基本上它是会发生在 地表下20公尺 含饱河水的一个沙质土壤 这样子的状态下 在发生地震力的时候 才会发生土壤液化现象 但是刚才跟各位报告过 在20公尺范围内 基本上我们转弹出来的都是粘土层 虽然它的承载力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它是粘土层 所以基本上它对产生土壤液化的一个要件来讲 其实就已经少了一个 它产生液化的一个条件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说 这个部分的话 它不会有直接发生土壤液化状况的一个可能 那当然对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结果 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设计 其实我们也整理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考虑在基础的存在上面 即便是它位于盐盘的下方 地质的破碎层位于盐盘下方 我们还是会建议是说用我们的基础形式 譬如说我们用法式基础加上装基础跟连续壁基础 把它灌入到我们的盐盘 各位应该还有 我刚刚有提到 断层的破碎带其实是在盐盘的下方 换言之 我今天的如果直接开发的这些基础 是注落在盐盘上方 而且跟盐盘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受到断层破碎带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 按照我们现在初步规划的范围 我们现在会把我们的基础都用装基础 法式基础连续壁相关构造会灌入盐层5公尺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话 而且按照不同的区域做不同的规划深度 基本上对于结构安全是完全无疑的 然后后续针对整体开发的工程 我们配合技术规则合理的配置建筑物及量体规划 所谓的合理配置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报告过 在整个钻探出来的结果 整个断层破碎带其实是在基地的南侧 所以我们会在整体规划的时候 对于南侧的部分做适量的减量 换言之在地质安全无余的范围 我们可以针对它的构造跟量体做适度的调整 来降低南侧的开发压力 下一页 这个图是地调锁里面的孔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地位置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条线是我们推估出来按照文献上推估出来的一个地质破碎带的一个推估位置 这个是市售山的一个相对位置 那简单讲现在点虚线的位置 其实就是各位民众在疑虑说 这个地方曾经又有这样子的一个破碎 那是不是会有地质的问题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在我们以目前推估出来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在我们相当于我们基地的南侧 下一页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过去这三个月 我们现在砖孔的实际位置 各位可以看得到 红点的位置基本上是我们代表深度砖孔100公尺 各位我们现在其实做地质砖探 为什么要做到那么深 一般的建筑开发其实砖孔的深度大概都在40公尺以内 为什么 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开挖行为的两倍深度 是一般砖探的深度 但是今天为了确保这个地质的安全 我们把砖孔的深度提高到100公尺深 那这20个孔位里面有12个孔是100公尺深 然后蓝色的点位代表50公尺深的点位 基本上它是均布在我们的南侧 就是我们整个开发基地的规模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相关的点位是均布的 下一页 那个这是我们现在整个砖探工程的实际的实作的一个进度 那简单讲 两个月的工作日历天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开始砖探 在1月底的时候现场到12月底到1月底的时候是现场实作 然后它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现场的作业 砖探的作业 砖探出来的结果我们会再送到实验室去做分析 这个分两个阶段 那今天我们砖探的地质祭司也在现场 同时我们在外面架设了一组 碳孔 实际砖探的研新样本 我们就放在位置 那各位如果说有疑慮的话 也可以到外面 我们的祭司会在那边就是解除各位的疑慮 哪边是属于破碎带哪边是属于地质研盘的位置 那最后我们经过专家学者的会议跟砖探报告 我们在3月底完成 这个是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进度 下页 那整个实际的砖探我们分6个工区同步展开 下页 那整个数量的统计各位可以看一下 20个孔累积出来我们砖探的深度达1600公尺 以一般建筑基地开发的规模 这大概超过10倍以上 我们砖探的深度超过10倍以上 我刚说明过一般建筑开发案 大概是它实际开发深度的两倍 作为砖探的一个条件 一般来讲大概都是 20公尺的开发深度 大概它砖40公尺的深 但是我们都砖到超过50公尺 最深达100公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 目前我们的研心是先送一组进来 各位如果有疑虑的话 待会我们会请祭司来跟各位分析说 砖出来的研心 它代表的部分在地质上实际的一个分析 好 下一页 这个是我们砖探的一个施工照片 跟它相对的位置 来下一页 好 下一页 好 下一页 好 这个我们先以其中一组 简单讲 我们砖探到有砖探到南侧 砖探到有破碎地质的这个样品来看的话 各位看到这个红色框框所框出来的范围 这一支一支都是一公尺长 这个都是一公尺长的研心 简单讲这个就是一直碳框一直往下钻钻 一百公尺深 然后每个一公尺抽出来抽出来的样品 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一组样品 那各位我们现在红色范围框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报告过 我们在深度25公尺到50公尺这个范围 所专出到有破碎 就是它的研盘基本上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就是一个研心 它是一个破碎碎裂状的一个研心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类似像这个目前第57公尺深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整个柱状的这个研心来讲 它其实是碎裂的不是一个完整的 那下一页 其他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完整的研心 就简单讲它的地质其实是完整连续的 刚才有特别讲到说 像这样子一个翠裂的一个地质状态 表示说它的地质的承载力 其实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好 下一页 那这个是我们的研盘深度分析 刚才有讲过 我们一个孔位从上面一直钻到一百公尺深度的时候 在拉出来的时候 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些研心的状态 它会给我们得到一个就是一个探勘的讯息 就是说这个基地的研盘的位置在哪里 研盘的位置在哪里 那各位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在南侧的位置的话 它的研盘深度是比较深 比较深 在我们的基地北侧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20公尺的一个范围 南侧是在30公尺到40公尺范围内 那这些点位的位置 下一页 我们把它立体化之后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在我们南侧的部分 在北侧的基地范围 它是研盘深度比较接近地表 相对南侧的部分比较深 在27公尺 我们把它立体化 把几个点位 实际钻探出来的点位 把它3D立体化之后 绘制成这样子的一个地形图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在我们南侧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比较深的位置 研盘在比较深的位置 在北侧的位置 研盘比较浅 好下一页 这个是我们整个 鑽探的一个断面图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孔位的编号 这个是我们南侧 这五个孔位的编号 然后这是我们 开挖深度的一个标示 那这是我们孔位 实际鑽探出来的位置 像我们刚才举例 这个BH7这一组 基本上就是这个孔位 这个深度达100公尺 那在这个孔位 砖出来的这个位置 其实黄色的位置 是我们砖探出来 有关于推估地质破碎带的位置 它深度是在35到57 那每个孔砖出来的位置 不一样 我们是用这些点位 砖出来的位置 去相连之后 推估出这个地质破碎带 是在这个深度 而相对应 我们刚才讲的 研盘线 在负25公尺的位置 基本上也是 从研芯这边来判断 它基本上 推估出来 研盘是在25公尺 地底下25公尺的范围 所以这个印证到 我刚才一开始 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现在这个断层 破碎带 确实有钻道 但是 它在我们现在的 研盘线的下方 在我们研盘的下方 换言之 这个是一个连续 觅食的一个地壳 是一个地壳 那当然 各位会问说 这个到底是多久以前形成 坦白说 我们 这个部分 其实待会王教授 会给我们一个更详细的 一个说明 这个都是 发生在几万年前 的一个错动 那 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 刚才我有跟各位报告过 虽然现在这块基地 在中央地质调查所 三月份 所公布的 这个所谓的 土壤液化浅势区 的范围内 但是各位 我们专出来 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黏土层 我们说过 整个 土壤液化 基本上 它必须是在 砂质土壤 才会发生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 地质状态 发生土壤液化 现象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低 再加上 我们未来 规划的一个 开挖深度 基本上 它是开挖 如果我们是以 地下三层到四层 来推断的话 这些软弱地质层 其实已经被挖掉了 未来它会 直接透过 装基础设计 直接把所有的 开发的这些 载种 全部透过 装基础 跟伐式基础 承载 来传递到这个 沿盘线 好 下一个 这个是 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同样的一个 地质端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北侧的部分 基本上 我们 推估的沿盘线 在25公尺范围 但是 端端出来有 地质破碎袋 只有在基地的 南侧 南侧的位置 按下一个 好 我们回过头 来说明一下 有关于 台北断层 不是活动断层的原因 第一个 在活动断层的定义是指 过去一万年或晚 第四季发生过 未移的断层 这是中央地质调查 国家局 一个机构里面的一个 定义 那它对于 活动断层分析的话 分三类 第一个的话是 它在一万年内 全新世纪活动断层 它曾经有活动的 记录跟试证 一万年以内 那第二类 第二类活动断层是 十万年 就是一万年到十万年中间 有错动的 这是第二类 那第三类是 所谓 纯一性的活动断层 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以我们现在这二十个孔会 钻探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 它都不属于 这三个活动断层的定义 所以为什么 一开始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基本上 对于 钻探资料出来的结果 我们认定 这个广池基地 基本上 它的地址是安全 下一页 好 这个是我们现在 把我们推估出来的一个范围 做一个标示 各位 可能会 提出一个疑问说 当时 在 府 捷運局这边 委托一个 雅馨工程顾问社所 做的一个资料 文献的资料 显示 整个 台北断层的断层 影响范围 主要跟次要的破碎带 往达170公尺 然后 穿越我们整个基地的大部分范围 这个点区线位置是 当时102年 雅馨工程 它其实没有经过实际的状态 它其实整理的是 相关地址文献资料 所以我们在这边 要跟各位澄清 如果说各位有在 收集资料 有收集到 相关断层资料 这个部分 其实要跟各位 说明的是 很多断层的资料 其实都是推估出来 都是推估出来 不管是文献的分析 或是其他的推估 其实最精准的方式 就是透过我们 转探的方式 转下去 实际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 以 今年我们做的 这个转探 其实推估出来 就只有在南测 这个范围 就是简单讲 您福德街测 这个范围 基本上是有 砖探到所谓的 断层破碎带的市政 那这个我们也没有 任何隐瞒 但是我必须强调 再一次强调 它是在研盘下方 下一页 好 最后这个部分 我针对月中中央地质调查所讲的 所谓的土壤意识浅识分析 这个部分做报告 这个是网页上 中央地质调查所 各位上去网页看的时候 所套位出来 红色的部分 它属于分类是 高浅识地区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说明 在中央地质调查所 它所谓的高浅识地区分明 它其实是有个指标 PL大于 大于13 15 抱歉 15 那这个其实是它一个 综合土壤性质的一个系数 这个部分的话 待会我会请祭司这边 来跟各位补充说明 就是说 基本上 它其实只要这个指数 到达这个数字 它就认定这个区块 就整个是叫土壤意识浅识区 但是 要跟各位报告 这也是经济部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一个新闻稿 这个也是地窖所的新闻稿 它讲的土壤意识化是指 在地表下20公尺 在20公尺范围内 饱和寒水的这个沙子土壤 在强烈地震的时候 换言之它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 它必须是要一个高 饱和水 寒水性的 第二个是沙子土壤 第三个是它必须要一个 强烈的很像的一个地震力 才会造成土壤意识化现象 好 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又报告 鑽探出来的结果 其实在20公尺范围内 其实是黏土层 它并不是沙子土壤 所以基本上 在地调所的新闻稿里面 它其实它也特别曾经 土壤意识化不一定会造成灾害 它只要经过 適度的一个规划设计 同时进行地质改良 所谓的地质改良 基本上后面 我们会跟各位说明 它其实还是可以抵抗整个 土壤意识化现象 好 而且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今天在座 其实也有我们公务局的代表 他待会会补充 其实市政府 对土壤意识化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度 会公告一套 就是更精准 密 密 细度更高的一个土资 下一点 这个是我们在 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地质状态之后 提出来的一个因应对策 简单讲 在我们现在 规划的一个开发案 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在一开始 我们来自地区 做说明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开发的规模量 其实 规划的量体比较还大 那基本上 我们也适度的做了一个调整 那同时针对地质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对于地下开发的范围以外的部分 做地质的改良 同时配合我们现在的装基础 它会其实把我们的整个开发量体的一个承载力 传达到我们现在推估的这个研盘上方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开发的范围 跟我所谓做地质改良 跟我装基础的范围 其实都是在破税贷的上方 换言之 我们的开发 基本上是不会去扰动到这个破税贷 也不会去接触到这个破税贷 好 下一页 那跟综合以上 我们报告一下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度 这个案子在上一次来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的都市计划部分 其实已经在今年的三月底 内政部已经核定了 好 那我们依据 我们都市计划的变更整个程序 会在四月底完成 那简单讲 这个是目前这个个案的一个最新进度 那接下来 我请王潜宜、王教授 针对台北断层的部分再做说明 谢谢罗科长 那个 我们罗文明、罗科长本身 谢谢大家